真無線耳機 真無線耳機如雨後春水冒出 現在市場上出現了一批 蘋果味的半路耳式真無線耳機 蘋果新聞網搜羅近一個月上市 由耳機餅的新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和Apple Air Plus Pro 進行PK 邀請兩位耳機界的達人 評測五項消費者最在乎的功能 讓消費者參考挑選適合自己的耳機 通話降噪的話我覺得Apple是最好的 然後其次是華為的耳機 那接下來就是realme跟小米 其實在通話降噪我覺得都不及格的 小米的話雖然說它降噪品質沒有那麼好 但是其實它整句話是聽得完的 雖然realme跟小米是有標榜 特別要在環境降噪 但是我們覺得實測的時候 還是在Apple的跟華為的效果會比較好 音質部分我給Apple的音質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其實它低音算是比較豐富一點 但是在華為的音質也不差 但是它其實在低音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寬 所以你會讓整個環境聽起來 會稍微擔保一點點 realme其實是讓我真的蠻壓抑的一款 就是說它這個校圍帶其實有這麼平衡的音色 我覺得是蠻滑得來的一款 我也是覺得Apple的話它的聲音就豐富 那它也是聲音比較渾厚 然後聲音的層次感也做得比較明顯 在操控性測試部分 達人認為四款耳機的操控都需要學習才能上手 分數不會有太大差別 達人均表示 是Apple AirPods Pro和華為FreeBuds 3 兩款勢均力敵 而realme Buds Air 在一般模式下 還是會有一點延遲感 但開啟電競模式後 幾乎就是同步跟上 小米藍牙耳機Air 2 就真的會有感覺稍微不同步 我覺得CP最高還是realme 因為它其實不到1800塊有這樣的表現 我真的覺得蠻了不起的 CP值的話我也是把realme放在第一名 那因為它整體上還有功能性上 它都是最多也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是小米我會把它算是算第二名 副刊凍新聞 每一款耳機都好像喔 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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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